如果你在MC的时候发现了一头拥有着黑色双眼的奶牛 请立刻在住所外面种满浆果丛 否则的话就会极其的危险 视频刚开始 玩家就在不远处的云山树林中发现了一头奇怪的奶牛 为什么只能看见它的眉毛 它的双眼似乎是纯黑色的 玩家感觉很诡异 正常奶牛不长这样 玩家正疑惑间 下一秒回头 这奶牛就消失了 What 玩家为了确定自己不是看花了眼 他回头去查看了一下牛圈中自己喂养的奶牛 他们的眼睛都是白色的 他敢肯定刚刚站在云山树林中的奶牛双眼是黑色的 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玩家决定先入睡度过黑夜 等天亮了再出去调查一番 很快新的一天到来了 玩家来到了不远处的云山树林 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看到奶牛的身影 但是当他再次返回住所时 牛圈中的牛牛们都消失了 什么情况 只留下了一堆掉落物 奶牛会自己打开栅树林的门逃跑吗 很显然不会 玩家正检查四周的情况时 突然一个不经意 在不远处他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但是一方环视 那个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 玩家再次返回住所时 住所内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些不辣的 并且随后 玩家再次出去查看周围的情况时 他前脚刚离开住所 后脚他就听到了屋门被打开的声音 刚刚是有东西进入自己的住所了吗 玩家有点慌了 他详细意义的顺着梯子上到二楼查看 但是都没有看到任何生物的身影 并且随后 玩家检查自己住所内的物品箱 里面多出了一些红石粉 但是奇怪的是 这些红石粉无法叠加在一起 玩家查看了一下他们的名字 发现这叫做牛布拉特 What the hell 这也太离谱了吧 看来服务器中有不好的东西存在了 他开始怀疑这一切 都与之前发现的那头黑色双影的奶牛有关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 玩家决定无论如何 他都要找到那头奇怪的奶牛 眼看着天色又进入了黑夜 但是玩家仍然一无所获 为了安全起见 他再次返回住所入睡 但是这一次醒来 外面还是黑夜 熟悉而又诡异的现象出现了 玩家推测 月亮肯定又静止了 果不其然 月亮似乎没有再移动了 很快 住所外面又响起了异响 但是这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这声音像是从水井中传来的 玩家有点害怕 他站在屋内查看着屋外的情况 突然下一秒 屋外一个身影闪过 那不是奶牛吗 玩家很兴奋 他迅速的跑了出去 但是那头奶牛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玩家随后又下入到了矿道中 但依然没有找到奶牛的身影 可当玩家又返回住所没几秒钟的时间 他又透过窗户看到了那头奶牛的身影 玩家马不停蹄 再次吹了过去 但那头奶牛又消失了 这奶牛是有瞬间移动的能力吗 说消失就消失 玩家很纳闷 下一秒他看向住所的方向时 二楼的窗户内 那头奶牛赫然出现 这还真是离谱回家 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这家伙竟然能进入到自己的住所内 也就是说他会开门 玩家这次决定绕开奶牛的视野 看看这次他还会不会再次消失 但玩家千小心万小心 这次回来后 奶牛又消失了 直接另一侧的玻璃被破坏了 但是让玩家很不解的是 这么高的窗户 以奶牛的身高 根本不可能上去 他是怎么能从这逃出去的 玩家再次离开了住所 冒着黑夜出去寻找那头奶牛 令他惊喜的是 他在一处岸边 再次发现了奶牛的身影 玩家很激动 下一秒 他就遭到这头奶牛的攻击 What 正常MC里的奶牛会攻击玩家吗 很显然不会 眼前的这头奶牛 很显然不是一般的奶牛 玩家一路狼狈逃窜 他火速地逃到了住所内 并用原石堵住了屋门 本以为就此安全的他 下一秒 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总感觉二楼有东西 他怀着忐忑的心 顺着梯子再次爬往二楼 火不起来 奶牛就在他的眼前 玩家以最快的速度再次逃离入所 但他还是遭到了奶牛的袭击 血量已经到了斩杀县 玩家慌乱中 本能地逃到了矿道 但是那头奶牛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玩家去哪 他就去哪 刚逃到矿道的玩家 脚还没闲下来 下一秒就再次被迫大逃杀 不得不说 这头奶牛的攻击力极高 紧紧一下 玩家的血量就到了斩杀县 玩家跌跌撞撞再次逃回了住所 但是很快 屋门再次被破坏 这头奶牛穷追不舍 无奈 玩家迅速地在屋门口 制作了一个岩浆陷阱 这应该能抵御他了吧 但是离谱的是 这头奶牛并不害怕岩浆 他甚至能在岩浆中行走 眼看着他再次冲进了住所 玩家又开始了逃亡 玩家不知道到底什么办法 追击他几乎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直到他从物品箱中拿了一些甜浆果 接着将它们种植到了屋外 为他没想到的是 有浆果丛的地方 奶牛都不会继续朝前走 看来这头奶牛害怕浆果丛 既然如此的话 那玩家只需要将住所外种满 那玩家只需要将住所外种满浆果丛 就可以抵御这头奶牛的袭击 并且随后玩家还捡到了一块草块 What 怎么会凭空出现草块 极大的可能是那头奶牛掉落的 就这样玩家在住所等了五分钟左右 那头奶牛再次出现 玩家这次决定主动出击 他决定将奶牛推到这些浆果丛上 说着他立刻开始的行动 结局很顺利 这头奶牛被玩家推到了浆果丛上 开心的嗝屁了 玩家此时高兴坏了 他再一次的战胜了诡异的MC生物 这期视频有的吹了 评论前的大家还不考虑给点个赞吗 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下一秒 这头奶牛再次出现在了他屋门口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家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嘛